其实五都选战 签总统陈水扁的儿子陈志忠也没有缺席 他在两天前已经宣布了 要以五党籍的身份来搅筑高雄市小岗前镇区的市议员 而在今天上午 他还正式签下了退党书面声明 送交民进党高雄市党部 而陈志忠会不会冲击到民进党的选情呢 党部代理主委倒是态度乐观 他认为陈志忠的参选 或许还能够替绿营多抢下一席呢 前总统曾声明的儿子陈志忠 12号大政杖召开自诊会 宣告在年底 占以五党籍身份 投入小岗前镇区市议员审取 而在14号上午 陈志忠就已书面声明 确定退出民进党 要参加前镇小岗这个选战 所以他必须要把东莞取 这是很正常 谈起陈志忠退党参选 代理主委是讲得相当轻松 但陈志忠这一步究竟会不会打乱民进党在小岗前镇区的战略部署呢 陈志忠一步步宣告他的残选脚步正式起来 与顺程凯茂高雄市报道